很煩的女人 我知道 生理期間有懷孕的可能嗎? 沒有 當然有啦 有的嘛 男人 愧到女性 繼上次香港流行音樂達人挑戰之後 果然大家應該會對這個有興趣多一點 就是性知識達人挑戰 看真一點,原來還是我們的朋友在這店做的 噢 那就糟了,因為他們真的很有用心去發掘這些東西 他們平時IG有貼的那些 我有看 但是是知識類型的東西 那你應該是Nail來的 但是我沒什麼好地記住 有用的,不記不穩的,很簡單 但我對這些方面,其實知識很淺 我對於被療科的知識會比較多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說那些屍女屁的東西 很喜歡研究 如果你修理的話,你修理一下 修理一下 你每一次修理完才會見面,我都讀了 好像也是 是不是? 我還沒搜尋為什麼,但這個人從小到大 我都在想一個問題 OMG 好了,我們開始了 那有一樣東西比性知識更重要 就是訂閱EG大哥仔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按鈴鐺,下次我有新影片你就會知道 既然EG的知識更重要 是啊 記得做了才看,不然你有什麼話 它有EP1,有EP2的 0LV,常識級,全部都是放分題目 如果答錯,就省略號了 安全套套要帶多少個才最安全? 一個 一個啦,不用煩了 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的吧? 性交時女方不曾高潮就不會承認 弱智 是這樣的嗎? 不是啦 大家不要相信 大家不要相信啊 不行,我們這樣說很奇怪 試以避孕方式的安全排列 哇,這些真的是複雜 結紮一定是最安全的 不結紮的安全 除非紮錯,或者紮不到 安全套是之前的安全 即是第三安全 事前避孕藥 然後就看我寫清最不安全的 在這四樣東西裡面 那種食物是清水健的天然偉哥 糟了,我不知道 什麼叫清水健? 清水健是AB男優來的 哦 西蘭花?不是雞蛋? 可能是雞蛋 但是你很喜歡吃雞蛋的 你真的有沒有... OMG的作用 香港教育局就性教育提供的學校性教育指引 最後的編定期為多少年? 這些不是應該繼續更新的嗎? 所以都不會在2008 我當是2008啦 那很糟糕,那些新的東西他不知道 16世紀 意大利大名家的BF Fulopius 發明的新型保險套用途是什麼? 什麼事啊? 一是避孕 二是保護男士私柱不受蚊子釘咬 是不是瘋了? 什麼不受保護女士? 經常釘到腫聲嗎? 還是她不穿褲出街? 為什麼會咬她品嘴呢? 阻礙這個梅毒病菌 又或者免受獵人 或者經常接觸動物的人 被動物攻擊 哈哈哈哈 就是瘋十六世紀的獵人 狗拼拼去打獵的? 不是的 可能戴了一套再穿褲 就是那些私柱的褲子撲向 但是要批評她的私柱 這麼大的褲子也搞不定了 應該阻礙回毒病菌吧 褲子是由以下哪一個人的事件而命名 是源於意大利語的 Grantong 源於法國的一個動語的壁畫 源於十七世紀英國E.C. Joseph褲子的名字 源於波斯文的Kendu 我覺得像波斯文 是不是呀? 還是意大利? 因為它有一個 對呀,它有發明過嘛 好,LV2入門級了 精液裡面沒有以下哪一個成分 玻尿酸 就是有果糖的嗎? 一定有啦 玻尿酸是女性很喜歡做美容的嘛 如果大班這麼好 哈哈哈哈 什麼呀? 然後誰知道是有啦 然後大家也會用來敷衍啦 以下哪一種用法劑可以同時適用於全部安全套及玩具 嗯,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古短古水性吧 拿水洗 今晚的性玩具 所以水性的用法劑應該有問題吧 以下的數字分別代表什麼性玩具 嘩,這一下辛苦呀 這個是吸吸吸氣嗎? 吸吸氣 這個是吸吸氣啦 不然哪裡有吸氣呢 二是... 二是...很難明白 後停塞 它一點都不像塞 震動棒? 這個才是後停塞 雖然是一把忍者褲 塞 這個塞在那裡 這個切了尾 這個切了頭 哦... 不是飛機杯啦 六是無線震彈 二是陰境震動 陰境...男性那些 以下的數字分別代表女性的敏感帶到哪裡 嘩,這個會不會你認識一點點啊? OMG 這個4號是不是就是G點? 為什麼有這麼多點呢?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只是聽過G-spot而已 還是3是G點呢? 那麼容易讓你找到? 無謂糾結了 既然不認識 以下一個... 想不到會問回男性 以下一個男性敏感帶 配對正確 你知道嗎?我以前小學常識課 也是要填一些... 這個部位叫什麼名字 然後這個... 本來它是龜頭正確答案 但我寫了包皮 哎呀 然後錯了 什麼年紀啊? 不知道,五年級還是六年級 五年級、六年級的時候 這個部位的確有可能還是包皮 哈哈 什麼叫麻眼? 麻眼就是... 最中心的那個洞 Really? 喂... 嘩,這個在屁股洞裡的喔 PE點 PE點 PE點,是不是就是poop點 就是柯屁點 那當它是對的 以下哪一款體液 難以... 傳播HIV病毒 這個當然是口水啦 血液是很好存的嘛 精液也是 起碼多於口水 沒有魚 都是會傳染的 口水是最難的 要不知多少毫升以上 那些又可能是女性施柱 導致感染的原因 異常皆是 真的異常皆是 喊東西也是 喊東西也要感染嗎? 嗯 OMG 女性的分泌蜜白帶 如果是不健康的話 喊東西也是一個原因 OMG 好煩的女人 我知道 高階級啦,LV4啦 負責排卵和分泌女性漢爾蒙的 是哪一個器官啊? 還不是卵巢? 欸,子宮 你才知道 我愧... 愧到女性 對於隱膏症的詞術 阿烈何者是正確的? 是隱膏症 膏軟停留在腹壺溝又或者腹腔裡面 這才是隱 隱藏了膏軟 隱膏症 我真的沒聽過 我真的... 有畏膏症 畏膏症很恐怖 這個膏軟 很威懼 看到嗎? 精液是否有機會導致皮膚敏感 水都可以導致皮膚敏感 這樣就完了嗎? 對 可以玩第二關 查看分手 26分 我們看看我們錯了什麼 一開始就適合了 錯了啊 原來事前避孕藥更安全過安全透 哇 哇 雞蛋 雞蛋 哇 原來1997年 1997年之後就再沒有更新過任何性教育的... 的訊息了 那香港怪不得一點 對 嘩 不可以這麼與事並進的 怪不得那些學生還會指著那個... 龜頭說 爆皮 哈哈 哎呀 哎呀 Condom是源於... 真是英國啊 Joseph Condom啊 全世界只有他一個夠膽把名字改了Condom 其他人都不敢 對 精液裡面是沒有玻尿酸的 美容是沒有美容的 我猜對了 對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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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這個是陰莖震動 錯了 我錯了 G點 這個才是G點 3才是G點 對呀 幹什麼 那你不答 你答對了 真是POOP點 是不是POOP點呢 好,那我們現在就做這個聖智式大人挑戰的進階版 看看有多進階版 時事常識題 雖11是指 與16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不是與16歲以下的青年性交 這條法律是不保障男生的 我現在才知道 好恐怖啊 為什麼不保障男生呢 對 香港男男合法官家年齡是21歲 我懷疑是21歲而已 我去戴波頭盔先 免得這麼快 以下有什麼是未滿18歲可以做的 剛剛才可以有份 OK 買安全套 買震彈,買飛機,杯梯,AV 自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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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AV是不可以未滿18歲的 但他會問你 你答不滿他們就帶你出去的 所以不可以做 買潤滑液應該都可以的 18歲以下買安全套他一定可以的 沒理由這麼反自然不可以 一般的酒店是不會讓18歲以下的人單獨入 但如果18歲以下的人想入住酒店 就要... 給我1000元 應該是家長監獄口頭同意就算了 以下哪一個為亞洲第一個 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國家地區 我相信泰國會比較容易 因為泰國實在太多人妖 好像是台灣 真的嗎? 泰國這麼多人妖都不在泰國? 就台灣了 以下哪些國家帶性玩具入境會觸犯法 中國 我也猜是中國 那不如馬來西亞也不給 我不相信泰國不給 馬爾代夫一定給 不要玩 不然也不會在那裡 對 我猜韓國也比 中國、馬來西亞 最喜歡佛人 現時全球有多少婦女進行國體? 國禮啊 什麼國體啊 嚇死我 進行國禮 什麼國禮? 令到那些女性不出軌 國禮割走了一些會令她感到性興奮的部分 應該不太多 有些是迫著割的 很慘 兩千萬 超過兩千萬 很多 很慘 希望 不知道是中還是中 以下四種 哪些是女性割禮的方式 全對線有 凡切除她們的部分 或是全部的外生直氣 即是陰剃 或是大小陰唇 將陰唇縫合 只留下一個小棟 作為牌經之用 這個就不像是 怎麼可能 這個就不像是 用刀輕割下體 割下陰毛 令下體更光 消生直氣區域 紅毛麗封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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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GAT 這個好像是會的 是不是切除之前都要看一看毛 對 用刀輕刮下體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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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生直氣區域 不知道會不會呢 應該不會的 算了繼續 這題很沉重 英文中也有 試暗示性 遲遲 代表男女性的器官 請配對相對性的器官 你會不會熟一點 Disco Steak 一定是男性 Steak Pikachu Pikachu 我現在在Doro Robbins 在想外國AV的男女的對話 Lulu I like your Pikachu 你怎麼做 你怎麼說你看外國的AV 什麼國籍都會看 對嗎 你沒有看什麼 我通常都是單一國籍比較多 為什麼六毛叫六毛 有夫之婦被發現外語後 要戴上龍華頭巾時裝 古時規定槍技家長和男性親屬 要戴青色頭巾 因為這就代表其妻女通姦賣淫 作為槍技妻女 如果成為青樓最有名的花灰 為家長和男性親屬 都可以自豪地戴上六頭巾 這個我不相信 可能是槍技家長和男性親屬 要戴六頭巾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住男的青頭仔 古時的青是指黑色 而青絲是指滿頭黑肺的年輕人 比於未有性經驗的年輕人 我覺得挺Eagle的感覺 其實是不是黑頭仔 就是黑頭仔 以下哪一項一定不能增大JJ 增大軟有隻高 增大泵 插沙大髮 醫學整形一定會插沙大髮 怎麼這麼說 怎麼會增大泵 有些泵是不知如何 用一些壓器壓 令JJ變大 聽一下都覺得痛 安全期的原意到底是防止生育 還是準確生育 是不是避孕 如果你真的想要嬰兒的話 你就不會叫哥哥做安全期 還是想要嬰兒在那時候就安全 生理期間有懷孕的可能嗎 沒有 當然有 有的嗎 所有什麼時候都有可能 沒有 不要那麼蠢 你作為男性 以下哪一個情況未必有割包皮的需要 用手幫助也不能翻起包皮 用龜頭外露 這個有必要 包勁 即是包皮開口狹窄龜頭出不來 這個也有必要 陰莖撥起時龜頭沒有外露 但可以翻起包皮用龜頭 這個吧 包皮影響排料 或者撥起 割反感 早洩的定義全對財有分 早上起來內褲有精液 不能延遲射精 射精令你有負軟的感覺 1-3分鐘之內 我覺得算早洩 5分鐘也早 5分鐘未必早 5分鐘聽人說就不是早的 不能延遲射精 這個就是 輕易硬起 會不會是 不是啦 硬起沒有洩 剩下5分鐘 嘩 問了這些題目 2016年以81歲高齡入行的現役AV女 有小顆原有子目前有多少的作品呢 都這麼多年了 20部吧 好嗎 雖然要考慮她的年紀 可能大概15分 11歲 哇 現在差不多90了 執男優可以細分成多少個等級 什麼叫執男優 你不知道什麼叫執男優 即是她在AV裡面 只是負責拿出來射精 真的嗎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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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剪子 因為有一些AV是有很多男人會射精的 難道每個男人都偷花大輪先嗎 以下哪一個不是拍AV前規則 不是啊 不能開冷氣這麼差 拍攝前不能開冷氣 我猜這個應該就不是 女優拍攝不能因不舒服叫停男優 女優和男優鏡頭外還有私下不能交流 真的嗎 原來是這樣的 女優拍攝前需要飲用大量清水的保抗力 這個應該對 因為要用很多體力的 而且有些人說是 要噴出來 對 是尿來的 我反而覺得不可以有交流都合理 這個 比開冷氣好嗎 以下哪一名AV女優是於香港出生的HK 鄭月娥 墨子你是有誰 難道真的鄭月娥 鄭月娥 剩下的分數 我也有一半的味道 味道不合格 這個很難 40超過85分 合法肛交年齡原來是16歲 不是啊 原來是我不更新的 2014才下調至16歲 本身真的是21歲 我讀書是正確的 但為什麼要把它 傾向性別歧視呢 因為她訂得比合法性教練名高 所以就變成有性別歧視 還未滿18歲可以買安全圖嗎 買得到 如果不買得到就好 十多歲媽媽 買震彈和飛機杯是不行的 還未夠18歲 現在才知道 好 嘩 未夠18歲入酒店check-in 原來是要家長 或者家務人的書面同意 原來中國是不快 果然是馬來西亞 應該是全世界最喜歡佛人的國家 超過2億人的婦女是進行國禮的 發生地甚至包括歐美、新加坡等發達國家 甚至現在每年都有超過300名的女性 仍然要接受國禮 即是將女性的外生殖器部分 即全部撤除 或者對女性的生殖器造成傷害的行為 看看有什麼 好瘋啊 神經病 神經病 全部都是最喜歡的 好瘋啊 最壞的就做了 哎呀 這個 英文 你把這兩個調轉 不然就適合了 男性也有很多名 為什麼綠母 我叫綠母呢 就是古時規定親屬要戴 都真的蠻瘋 真的很瘋 戴了就很瘋 為什麼處男的青頭就是古時的青頭 那時候是我有個同學還說什麼 跟PH值是 還沒搞過什麼 酸性龜頭還是鹼性龜頭 我忘了 我忘了哪個瘋都說了 原來安全期的原意真是避孕的 即是用來準確懷孕的照片 於生理期間一一的營養能源 真的有的 大家小心點啦 不要以為計算了就沒事啦 男人 早洩的定義 原來5分鐘是不算的 原來射精令你有負面的感覺 原來是早洩 現在才知道 那也對的 因為早洩你會不開心 OK OK 算了啦 你肯定15部都看了 不要想到你會這樣說 側男分成四種 有分下側、中側、上側、側什麼 S 不過側男都會出現職場零八的現象 例如上側和中側會經常聯手來排擠 這個下側令下側沒有出鏡的機會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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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笑 以下哪一個不是拍AV前規則 我是錯了 答案是 女優拍攝不能音不送 叫停男優 原來是可以的 即是原來 不開冷氣 是 為了鏡頭看起來 大汗淋來 所以就 噢 這樣也可以嗎? OMG 原來出生在香港的AV女優是雙宅男 雖然鄭小姐每天都被人虎 但是她不是AV女優 這個小編這麼有趣 OK 這個小編很厲害 終於都做完這兩個quiz 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多少 我們是 40分的 85分之40 你們多少分 之後又告訴我們 留言記得不要出鼓掣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鐘 我下次出片你們就會知道 Follow我和她的Facebook和IG 我凡是你一四四四出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Bye Bye